大家好,我是大姐 你們去東京旅行的時候一定會覺得 搭電車很瘋狂 東京のマイン電車 很有明白 所以你們去東京的時候 在通勤的時段度搭電車比較好喔 在台灣搭捷運的時候 你們一定有說過 借過以下 對不對 你在日本搭電、搭工、搭時限說 借過以下的時候 用日文應該怎麼說呢 今天我要介紹 借過以下 字典上寫 どいてください としてください 但是 どいてください としてください 的話 印象有一點 不好 感覺包括 你很愛演 愛演 的意思 所以呢 你只說 すみません 就好啦 すみ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都可以 日本人常常說 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 只說 すいません 對方應該會理解 意思是 借過以下 還有 還有 通ります 也可以 通ります すいません、取ります。 很有義貌。 還要這個手勢。 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 就是日本人。 接下來你搭馬英電車。 到目的地的車站。 下車的時候因為有很多人。 但住住日。 所以就快要來不及下車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你說すいません的話就來不及。 有點不過。 你可以大聲一點說。 我要下車。 這時候說どいてください也一樣印象不好。 你說おります。 的話他們一定會借過。 すいません。 お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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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 おります。 你們也不妨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